胡锡进老师马上要退休了 我这专门今天得做一期节目 真的是得恭送一下他老人家 怎么说 因为这毕竟也是熟人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其实我一直觉得 胡老师虽然是平时 你看他说话那些东西 虽然挺不着调的 但是主要的来讲 其实胡老师在中国那样的媒体环境下 产生了胡老师这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 这是值得将来 将来如果可能的话 是作为专章进行研究的 这种传播学的一种专章 你得有一章专门的 比如说中国写新闻史 对吧 那一定要有胡老师的一章 这个必须得有 将来没有 没有我写 我得给写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说实话 就是说好多的这些 国内不太能够看到的新闻 你比如说你很多报纸 他们不敢发的东西 胡老师不但是通过自己的报纸发了 对吧 然后自己的自媒体还要发 这些东西很多的消息 能够在中国广为人知 这些基本上来讲 有我觉得 我觉得 大概得有80%要归功于胡老师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我说胡锡进老师 是怎么说呢 胡锡进老师是一个还算可以的一个人 就是你甭管他的 你甭管他的这个观点如何 这个就是在信息传播这个方面 他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并且是真的把信息传播出去了 但我有一天跟胡锡进老师聊天 就还聊起这事呢 我说胡老师 您应该写过不少检查吧 他说对 你说对了 说我写检查的时候 比南方系那帮人还多 隔三差五就给拎到网信办 或者是中宣部 就批一通 但是你也能够想象在胡老师这种信息爆料的这种状态下 他还能够坚守这个阵地到一直到 反正至少到现在为止 他还算是安全的吧 安全退休 这个其实相当不容易 真的是相当不容易 怎么说呢 这个也是胡老师的能耐之所在吧 咱不能够就是说 因为他的这些观点的这种差异 抹杀掉胡老师虽然无意识 但是虽然有可能不是诚心的 但是必然是故意的某种的爆料的行为 在中国大范围这种新闻黑洞的状态下 胡老师的这种境外的这些事情的爆料 境外对中国这些各种各样的声音 什么这些爆料简直像在黑洞当中一道扭曲的闪电 这确实是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最近这件事情就很有意思 您比如说安倍 安倍老师这段时间一直在大放厥词 虽然是说经过圣上这么多年的教育 我们当今圣上经常是也除了指导 原来川普老师现在的拜登老师除了指导他们之外 也经常指导安倍 安倍有负于我们当今圣上这么多年的教育 大放厥词 前段时间说台湾有势就是日本有势 日本有势就是美国有势 日美联合 然后习近平主席不要误判行事 这话说的就是挺狠的 这我原来分析过 大家不再多说了 昨天又说了 昨天比这前天比这还狠 说的什么呢 说如果你是真想打 我们可能要动用自卫权 然后像你这样的一个经济体 你肯定是自取灭亡 你用到自取灭亡这个词的时候 就是说当然这也是那翻译 那句话应该翻译成什么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英文没那么好 至少英文中没那么好 我觉得他那句翻译的应该差不多 差不多的这意思 就是自找倒霉的意思 然后胡锡进老师当时非常愤怒的 又展现了在信息黑洞当中 一道闪电光影 照亮 把照亮一下的本色 就说了 说你安倍 你他妈就胡说八道 对吧 你在妄言标准是什么呢 标准是这样的 就是说胡老师说了 说这个 我们现在GDP已经是你日本三倍了 将来是你的五倍六倍也是可能的 对吧 这肯定对不对 因为我们说是要超美国 你超美国 超美国一倍的话 你肯定得至少是日本的五到六倍 然后我得超你 对 然后我们现在 尤其你跟我们打不了 我们是东亚第一 亚洲第一 将来也可能是世界第一 然后后来我看的这块的时候 我都在想 胡老师 真的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逻辑上 就是还是有所欠缺 你知道吧 比如说吧 你跟日本比GDP 对吧 人家 咱就不说 不说其他了 这个你跟日本比GDP 这事吧 首先呢 你是得你比他GDP总值高三倍 但是你人口比他高13倍 对吧 你等你再把你的GDP再来三倍 然后你好像还赶不上 人家人均的收入 你的一个国家 你是怎么说呢 就是人家建成的一个社会 到今天为止 基本上是怎么 你说多好 没有 所有的国家都有它差的地方 比如说日本的活力不足 然后人口也是老龄化 然后包括它很多很多不足 很多很多不足 但是你要说生活的安逸程度 以及社会保障程度之完善 那我估摸着 你要想达到日本这水准 您不是到 您不是翻五六 就是说涨五六倍的问题 你是要至少要涨十几倍的问题 你才能够到日本这个水准 那要十几倍的话 这世界经济全你们家们的了 对吧 那还有别人说的吗 那就全你们去了 没别人跟正前了吗 那这个你能做到那个程度上吗 这是没做不到 对不对 这个就说了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呢 这个就是凸显这种爆发户的一种感觉 特别不好 对吧 就经常就是你看 有人就去饭馆 要吃一五喝六的 我老子有钱 我比你们那个什么 我收入高 我比你们是三倍 你们挣一万 我挣三万 老子应该获得 我就 我应该牛逼 这事是这样 就是说 我一直以为 挣钱这件事 其实还不算特别难 有钱其实不是什么难事 你只要人够聪明 够勤劳 挣点钱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但是呢 把挣钱这事 就是说 把自己有钱 当做自己能够牛逼的一个资本 我觉得这事挺够呛的 对吧 那你说三军可以多帅 匹肤不可多治 那如果说起来的话 你说你有钱 马云老师 那比我有钱多了 对吧 那甭说马云老师了 你包括马云老师的那些团队 比我有钱的人有的事 那肯定有的事 但是你想让我直接 就是你想起我头上来 你吹牛逼呢 对不对 你肯定不可能 所以 那你说他有 对我来讲 他有什么意义吗 你侵犯我的时候 你开奔驰S600 对吧 我就开我这些小保时捷 那你要撞了我 你要跟我较劲 我这儿也抽你 这不是什么问题 所以不是说有钱没钱的事情 很多事情 你看安倍说的是 我民主这方面 这什么 我们要推进 要保障 您老人家一提 就是我GDP高 对吧 老子有钱 你这你 这个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胡老师这点是我觉得特别不好 就是也都是这么多年了 你虽然说起来 说国家有钱 是不是好 肯定好 有实力 是不是好 肯定好 但是您把这个爆发户的嘴脸摆得这么明 真的 这真不好 而且尤其是那钱也不是您的 对吧 您老人家 您就 您甚至于 您就只是一个报社的总编辑 对不对 你不能这样 这个千万别 媒体人 媒体人千万别有这种爆发户的心态 对吧 这个不能 这个不能用 而且第三说什么 你真有钱 你有用没有 前段时间 您比如说 波罗的海三国 对不对 这三国加一块 能有一个广东省的GDP高吗 对不对 你肯定没有 人家就没拿你当回事 过来跟台湾这 勾勾搭搭 对吧 勾搭搭的 您觉得哪个合适 您现在就比人高多少 对不对 您国土面积比它大多少 是吧 然后你还跟它有相互之间的贸易往来 你看它那GDP能有多少 人家尿泥了吗 这个时代不是那个时候 有好多人就拿着当年 就是在大概在一百多年 一百年前的这个事说事 但是他没有理解 在二战之后 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 这个世界跟原来是不一样了 你看还有没有弱肉强势 有 这肯定有 对吧 有没有霸权主意 有 这也肯定有 但是总体来讲 大家都奔着更文明 更平等的 更追求自由的环境 再走 不是说你有钱 就能怎么样 那你国内那些一说起来 为父不仁的这些这些事 那您肯定觉得很生气 对吧 那如果按您的说法的话 我收入是你三倍 或者是十几五倍 是你十倍 你有什么奇怪的吗 我收入大概是国内几十倍 那OK 好 那我就可以任意碾压你 让你不说话 你就不说话 让你怎么着怎么着 这可能吗 这肯定不可能 这个世界 它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世界 大家都开始讲规矩了 结果您这这两年发展起来了 对吧 您发现一发展完了 就觉得说 老子有钱了 对吧 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我现在核弹我早就有了 我现在连航母都也凑合着 也有量搜了 虽然没形成战斗力 但是总还是还好吧 对吧 抢摊登陆的 昨天我看那075 也都上了 那个登陆键什么的都上了 多牛逼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肯定来讲 实力强 别人会尊敬你 这个毫无疑问 你在这个社会上会获取更多的利益 这个也毫无疑问 但是你要是把这东西就是当众说出来 并且以此为根据 就是说因为我 因为我有钱 所以我就理所应当的就碾压你 碾压你这些没有钱的 对吧 不讲道理 我就是GDP你够 这个世界不是这样 已经不是这样 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 你今天中国就不可能坐在联合国上 为什么 因为那会儿非洲国家给你抬进去的时候 那些非洲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是真正有钱的人 有钱的国家到现在还没什么钱 对不对 那这种状态 那就是说那个时候你利用了这个大家都奔着相对平等 相对自由 相对民主的这个环境走的时候 这个路上的这种东西 那你得到这个利益 你现在来自己 你又开始说老子有钱了 对吧 那我就应该为所欲为 这个东西是不对的 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东西 所以胡锡进老师就是说这个胡锡进老师这回该退休了 我一个是恭喜他老人家能够平安退休 然后健康长寿 二一个就是有时候在跟就是想跟胡锡进老师在这随便说两句 咱哥俩的这个微信我现在不太不太上也不太用了 是这样 就是说无所谓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种生活方式以及思考的方式 这也没关系 那我也不是说非得说让您觉得我说的多对 对吧 但是我希望胡锡进老师这么多年了 也在全世界都走 驻外记者也当着那么长时间 也当着那么长时间 有可能还是在怎么说呢 在退休之后 多在外国长期生活一段时间 对吧 一样一下天年 虽然依然可以战斗在自媒体的第一线 可是在国外多待点 多待点 甚至于我觉得我们可以在美国或者在日本 可以在当然您不喝酒这没办法了 我们可以就以茶代酒 多聊聊天 不用再考虑那么多习近国外的东西 对吧 您毕竟已经退下来了 能够踏踏实实的 我们呢 就是看看这个生活 然后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一想问题 也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我觉得胡老师也不是什么特别坏的人 不是坏人 不是坏人 就是说呢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大家坐在一起 说不定能够喝杯茶的这个余地 这不是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好 谢谢诸位